记者邱志柔屏东报道,屏东马家乡旧阀湾部落保有完整的石板屋建筑,沿途瀑布,群山相拥景致秀丽,是攀登奇岩山的必经道路,近日有山有反应,前往奇岩山的道路遭疯,必须先向部落申请,购买游城才能入山,怒批便想用活动榜入山。 马家乡公所表示,该路线道路仍未修复完成,以社馆制造禁止游客进入,私人导览行为也不被允许,将加强巡查山友怒诉,两年前到奇岩山不需收费,但最近入山游客每人必须花500元以上,选择石板屋住宿或导览游城,不参加相关游城或住宿的登山客, 没有事先向协会申请就不能入山,屏东的好山好水变成私人旅行接待团专用。 马家乡排湾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麦飞虎表示,旧阀湾部落道路经过许多私人土地,地主们多不愿意让游客通行, 借目前山路有管制,针对山友质疑地用游城帮入山。 他强调,协会没有封路,强收过路费的行为,部落居民指出,许多游客会擅长旧部落,在西边烤肉嬉戏,甚至带走石板屋的石板,且几乎每年都有游客遇上山南,溺水。 部落族人每每冒住生命危险和警销人员上山协巡,因此封路获自己当机导览,多事安全考量。 马家乡乡长梁敏辉表示,凭三十五县京县府解编后由乡公所接手,两年前已申请成为专用道路,公所争取原民会两千多万经费进行整修, 同时在旧阀湾部落进行高山固域的富裕工作,目前也在里那里部落规划停车空间,预计明年一月起将以接驳车方式带游客入山。 梁敏辉说,旧阀湾部落是排湾足发源地,许多游客低估了大自然的力量,尤其汛气吐石不稳定,沿途道路及瀑布容易发生旱事, 目前旧阀湾专用道路约17公里处设有管制少,禁止游客进入,未来会朝更安全,维护生态的方式,以合理收费发展地方旅游。